9月14日 鬼鬼无应急出席某手描品牌活动 他连换了两套衣服 白色背心与亮片短裙的搭配 大方可爱 黄色紧身上衣与白色牛仔短裤的搭配 则净显青春亮丽 为了贴近品牌 他还特意穿了一件拼贴的牛仔衣 也是非常有心了 丝毫没有偶像包袱的他 现场还原网红式拍照pose斗趣十足 在牛仔外套内身衣服中 因为要穿黄色吊带打底衫 鬼鬼特意把肩带拉下来 藏在牛仔衣下 结果被眼睛的媒体发现此事 鬼鬼搞笑回应称是一种常聊 真的很明显 那就是一个style 故意的 对那是一个就是一种 就是你知道现在不是有那种 肩带会卡在那个手臂吗 就是因为我想要有一个多一点颜色 所以我就把它卡在我的手臂 好啦你们就让我圆一下嘛 这次出席活动 鬼鬼好像瘦了一些 在品牌活动上马上就被记者发现了 而对此他耿直回应是因为变黑了 但最近吃都还蛮正常 对没有上次肿了吧 对上次被说肿 但我觉得是因为黑 对因为我去录完那个节目 晒了三天吧 对 容易摆得回来吗 要冬天 他还自爆对时间要求严格 因为自己是比较守时的人 所以对身边工作人员 要求也就稍显严格 即便是未来的另一半 也不能随便迟到 如果要迟到要先事先告知说 我会晚几分钟 如果他迟到会不爽吗 他们有时候有被念过 但是现在就是我们有一个 就是大家有一个习惯 就是如果会晚到会先说 我就不会怎么样 我觉得男生呢 守时还蛮重要的 因为如果不守时的话 代表这个人的信用不够 鬼鬼就是守时小可爱 没错了 台北报道